我们这一节要讲的是 P2P的通讯工具 我们做一个稍稍的简介 那Peer to Peer的缩写 它这意思是对等的意思 也就是说 伙伴对伙伴 这是后来的解释 我们一般都说这是点对点的通讯方式 就是说你从一个站点到一个站点 很对等的两个人互相在传递信息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计算 或者是说在交流上都可以确切用到的一些工具 它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在我十年前开始用电脑的时候 这个P2P就已经是非常盛行了 也不是现在才开始 那当初用的软体当然不是Skype Skype比较走的是那个Telecom 它是属于那个网路通讯方式的 那现在呢 我们用它比较多的是在那个实际的那个网路对电话比较多 因为它可以用在那个商业或者是比较确切 就是说当你的朋友他不会用电脑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到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有哪些工具 其实有啊 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在进行这种service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啊 这个呢就是Skype的图片 这个呢一个叫做那个MSN MSN是那个Microsoft Time的Messenger 就是说一种即时通讯的那个打字的那个聊天的方式 但他们后来陆陆续续都有加入语音啊 就是让你讲话啊 那这个雅虎 雅虎本身也是有 好 他也有视讯 后来 呃 我记得当初蛮早他就开始有 但是他的收费比较高啊 比较不是那么普及 那这个是属于那个中国大陆现在最盛行的哈 叫QQ 也叫QICQ 是一种聊天方式 那这支器儿是腾讯公司的那个标志 那这个呢就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叫AIM AOL公司啊 他的那个即时通讯 IM就是instant message的意思 就是说你当场打字 在这种空格打字之后 马上按Enter 呃在你的那个键盘上面有个Enter key啊 那个Enter那个键 你把它按下去之后 他就把那个文字送上去 对方马上就可以收到你的资讯 那在电脑对电脑的那个即时通讯 我们叫IM 在手机我们刚刚也讲到叫SMS 好 那个就是他们现在讲的简讯 OK